将阳光下的色彩变换的灵气汇聚在画布上展现异象无象 陈旧一位抽象画家总要有机缘或学院课班出身或正规拜师学艺或偶德名家指点 但像陈破镇这样以绘制超过五千张建筑透视图为基础 继而转为职业画家者可说是前无古人 陈破镇从事建筑透视图及设计工作长达三十多年 每天都做着形形色色的美感工作累积相当的创作经验和心得 进而转往建筑装置艺术的创作油彩画、玻璃摇梢画、现代雕塑等 趁着将这些专业呈现在新建的建案中 希望将艺术气息带进大众的生活 天生就具有艺术家特质的陈破镇 常年用异象无象作为展览的主题 就是他在画透视图时 惯性地会在心中同时掌握与分析构图、色彩、笔法和想呈现的渲染力 当这些元素整体到位时 他常不自觉地产生灵感 就在当下的刹那快速挥洒 动作快过思考方能一气呵成 异象、无象、包罗万象、各凭想象 春破镇把大自然阳光下色彩变幻的灵气汇聚在画布上 让看画成为一种自由、喜悦、甚至疗愈的享受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